在那边长东西啦 有人占据你的肝脏 就青涩的营养 要进去没有办法进去 就毁你 跑到脸上来 所以中医的旺 一看脸上青涩 旺就知道它是肝癌 那我就问他 你这个 这一年来是不是晚上一点到三点都 每天晚上醒过来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在屋顶上看你啊 你知道一样屋顶上小提醒 每天看你在睡觉 看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你一年前来的话 大概两个礼拜就好了 因为是病之初 西医不知道 西医一定要导到 一定到一个程度查到你是肝癌 肝癌的时候是胆胺 一年前你就有症状 那你说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回家以后 好累哦 都是五点到七点就开始很累 五点到七点就开始很累 那我们很熟 背得很熟嘛 一听到肾脏功能不好了 比较差了 结果有一点到五点比较累 这个马上就可以得出来 那怎么 那个妮子啊 为什么我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准时醒过来 那个Grandpa敲了说 我以为我是Ventire 老是十二点钟醒来 你胆里面有结石 所以我们终于去处理Ventire的话 绝对不是拿大蒜跟十字架 我们把它胆结石挖掉 它就醒不过来了 哪那么准时每天十二点钟醒 肯定胆有大结石 这样就维持了 所以说当你有肺有问题的时候 你说我这辈子不抽烟 我才不担心肺癌 你错了 千万不能这是错误的宣导 抽烟会得肺癌 这句话没有讲完 抽烟是得肺癌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大家不要轻忽它 能不能了解为什么 你千万不可以认为说 我不抽烟就不会得肺癌 我一再强调 我看过很多太太们得肺癌 当然你现在有我们这批人 你死不掉 真的死不掉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肺癌的原因 我们有治疗法 这个我们同学都会 这个不是很难 真正知道病因 知道病因的时候 我们素手治疗的时候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不懂 心意不懂 所以才有很多治疗的方式 今天用这个化学治疗 然后明天有新药出来 有标靶药物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化学治疗不好 你看这个负责有很多 还是改用标靶药物 然后标靶药物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标靶药物不好 我们现在双重标靶药物 比这个效果还更好 你就是每天听他 昨天讲骂今天的药物不好 都是他骂他骂自己 可是在宣扬新药的时候 都是很好 我们终于不用 千年以来 我所所用的处方 我跟诸位报告 都不是我研发的 中国用了两千年 待会跟大家介绍 瘟疫的处方 从此你就不怕什么 发死到HRN1 这些什么 这种真是漂亮小丑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 这个举手之道 没有什么困难的 这一点就是 现在在上面的图表了 就是跟大家介绍 时间对中医来说是很重要 我们常常用时间来判断 来判断说这个病情在哪个位置上 病在哪个位置上 同时多久 一般来说都是一年 也就是说 你今天每天晚上 一点到三点钟醒过来 一年以后 你发刚来 这一年 所以一年以前就知道 细细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记得我讲的 是每天 不要今天回家跟你太太吵个家 晚上不能睡觉 你说老师我吓死了 我现在晚上一天到三点钟 不能睡觉 我会把电话挂 小丁大座 我明天又可以睡了 实证 所谓实证就是 持续的发生 它就是长东西 你虚证 你气的 很正常 吃了晚上不能睡觉 那很正常 我们提到肝癌的话 我不得不讲一下 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 很好的肝癌的例子 给大家看 我一再讲 那个例子就是证明我讲的对 我一直讲多少年来 肝癌 得到以后怎么 台湾的西医 外面西医 最喜欢讲肝癌三部曲 肝炎 然后变肝硬化 这个肝癌 这个叫做胡说八道 中 不要说中医 我们美国现在 最第一线西医院研究 B肝 肝癌 他们都判定认定 所有的西医都统一了 B肝会转成肝癌 只有百分之二的几率 真正得到肝癌的人 是太累了 像平伯伦下 蒋宝斯 他很厉害 这个人工作起来 通宵达单不睡觉了 几天一几天不睡觉了 他工作狂 他工作受不了 肝癌 不一定要一直避肝 非常多的人 你们周围新婚 想想看我讲的 你们的亲人 或者有爸爸 或是肝癌过似的 那都是太累 有时候打麻将 打通宵麻将 然后喝酒 喝酗酒 还有这个 喝一行 这样子 吸毒 什么三批 身体都搞坏掉 这种人才会得到肝癌 你生活正常 你每天